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接着上节课所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来分析一下原因 这个原因在于 我们在政治表达式里面 像这样一个数量词 是有这样的一个贪婪和非贪婪级分的 好,这个是政治表达式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默认情况上面 Python倾向于是一种贪婪的匹配方式 什么叫贪婪的匹配方式 如果我们把一个数量词限定在一个区间之内 Python会倾向于尽可能多的取最大的一个区间上面的值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规定是3到6 它匹配到三个的时候 它并不会认为你的表达式是成立的 它还会继续往后去寻找 一直到某一个字符不满足它的条件的时候才会停止 好,我们就拿我们具体的这样一个3到6来举例子 匹配到PyT的时候 它这个表达式 Python并不会认为它成立了 因为我们说了Python倾向于贪婪 贪婪的话就是我要尽可能的匹配更多 好,那么T后面的第4个 它依然是在我们的区间范围之内的 对不对 而且它也满足这样一个A到Z的条件 所以说H也会被匹配进来 然后O是第5个 第5个也匹配 第6个匹配 N一样匹配 一直到后面出现了空格 好,那么出现了空格 它为什么会停止 两个条件都不满足 第1个条件是什么 超出了我们的区间 因为空格是第7个字符 好,第2个不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空格不在A到Z之内 所以说这两个条件 同时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对表达式的匹配 到N这里就截止了 所以说它会返回给我们Python 好,然后同样的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加瓦 好,然后这个正对表达式匹配了之后 匹配完N和空格之后 它继续去寻找以字母开头的 好,然后它匹配到数字E不对 数字E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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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4个数字它被它pass掉了 好,然后出现了我们的J 好,J是在我们的正对表达式的条件之内的 好,它又开始了它的这样一个匹配 J,A,V三个 好,三个其实已经满足条件了 但是由于它贪婪 继续去往后匹配 好,然后它检测到了A 好,然后加瓦是第4个 是在我们的范围之内的 然后加瓦后面一个是多少 是6对不对 6并不在A到Z的范围之内 虽然6是第5个字符满足我们的数量词 但是它不满足我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字符 所以说加瓦又被提取出来了 好,那么最后的PHP我们就不再分析了 类似于我们提取Python和加瓦的过程 好,那么关于贪婪和非贪婪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 Python的默认是倾向于是一种贪婪的模式在匹配 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非贪婪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 非贪婪到底怎么表示 好,非贪婪的表示方法就是在数量词的后面 加上一个问号 这样就可以以非贪婪的模式来匹配我们的真正表达式 好,我们直接加了问号了之后变成了非贪婪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好,我们发现运行的结果和我们只取一个3 只写一个3的时候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非贪婪匹配 一旦他找到了三个满足这样一个A到Z的字符 他就认为匹配成功了 所以说PyT三个一组 HON一组JAV一组 好,那么JAV完了之后 我们只剩下一个A了 对不对 好,他接着A后面继续匹配字符 他发现是数字不匹配 所以说这个就跳过了 然后最后一个PHP又匹配了 所以说他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那么关于贪婪与非贪婪 就是我所演示的这样一种情况 原理上面来说的话 它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如果你去具体用正则表达式去解决你的实际问题的时候 贪婪与非贪婪 经常是我们使用错误 产生这样一个程序Bug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好,所以说如果你以后在匹配的时候 你发现和你预期的结果相比 后面又多出了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字符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怀疑一下 是不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贪婪模式 你本身应该需求的是非贪婪的模式 好,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贪婪与非贪婪 我们就和大家讲解到这里 我们上集课再见